上期节目中 四位小伙伴带大家体验了一把刺激的美国枪械 并且在灵机英语的情况下 顺利买到了公园门票完成的音乐任务 经过第一天的相处 小伙伴们的默契程度大大递增 今天 骑士庞大的哈雷大巡游即将拉开帷幕 哈雷博物馆 独一无二的摩托车展览会不会很亮眼 王学兵为好运拍摄MV的科川导演任务 能否顺利完成 今天的音乐任务又将如何进行 畅有天下精彩继续 香车 美女 性感的厌恶 一群爷们的热血派对 吃了就是哈雷 一般一十周年巡游大现场 66号公路铁银第三站 面握机 哈雷巡游现场 今天 是一百一十周年纪念 然后呢 有一万个哈雷的骑手 聚集在密尔沃迹 上游天下节目 迎第五 争取到了唯一的一个名 机会 万人巡游 世界性大狂欢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作为一名专业的摩托车车手 挨车如命的李晨 当然不能错过 魏子 哥们铁城 只好忍痛割暗 将自己早在一年前预定的门票 拱手相当 虽然说爱车如命 但如果要李晨在没 小车之间做出抉择 结果会是怎样呢 我走去 这场全世界哈雷迷的大派对 当然少不了中国车迷的身影 台湾 香港 武汉 全国各地车迷悉数到场 尽情畅聊 尽情狂欢 北京十一战全球巡回盛电 本次活动终于回回到了哈雷互乡 密尔沃基 除了举办派对 缠缠和音乐会 幻视中心大行游是少不了的环节 110周年是他从1903年第11次举行这么盛大的活动 对于我们这种喜欢摩托车的人 这次旅行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上万辆摩托车浩浩荡荡荡一起轰鸣 现场观众心潮澎湃 场面之盛大绝对史无前例 这次从米勒赛车运动公园出发 直至利美尔节热公园 绵延五英里 所有摩托车共累计行驶三万两千英里 是哈雷110周年全球庆典的最高潮 也可持续大半年的活动 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 66号公路铁营第四站 面握机哈雷博物馆 今年早晨里晨我们一起参加 这个万人哈雷大巡游 热血沸腾以后 现在又来到了一个 另外一个特别让人惊奇的地方 就是哈雷博物馆 这儿有100多年来的哈雷摩托车 和美国公众文化的缩影 对 然后还有一个 我跟绝兵哥的好朋友小雷 也作为应邀的参展商之一 那么等一下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去看看 有跟中国元素有关系的一辆设计作品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觉得这儿 风量都太胖了 基本上你看 你扫一圈你看 基本上就是美国肥胖型中老年聚会 现在我们大家就进去研究研究 然后我是小雷 对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小雷的展位 看一看 有他自己带过来的 有中国特色的作品 我们一起走吧 看在第三辆的油箱面上 特别像中国的藏装 最今儿靠的衣服 在下雨天骑车的轮子 我们把泥权甩上来 这是一个改装车的车展 这些大家也都能够看到 有各自的特色 有很大的这种轮圈轮毂 包括看到这个前面的简镇 都用的是弹簧 哇 看这台 非常非常的绚丽 所有的电镀的地方 都有雕刻的部分 甚至是连发动机的钢体上 都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 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 我们松散小雷的作品了 非常有中国元素王 让畅游异行人最感到光荣的是 引邀前来参展的车辆当中 最受欢迎的 莫过于高端大气 造型拉风的美猴王版车 这款车是哈雷公司 专门为真子丹新电影 大闹天空量身打造的六款车之一 小伙伴们可谓是大饱眼福 先赌为快 我们明年再见 此次展出的美猴王版摩托车 是哈雷威电影 大闹天空定制的 特别版六款车之一 每台价值20万美元 分别对应真子丹 周润发 郭富城等六大主演的角色人物 电影将于13年12月正式上线 出了掌管 大家意有未尽 小伙伴们忽然发现一款 别致的私家珍藏版哈雷车 这款摩托车叫做 The Timeline Motorcycle 经典之处 在于其车身拥有七个引擎 从最古老的一台 到最新引擎 一字排开 使车身长达8米之多 将哈雷百年之久的文化 给予一人 在前一天的行程中 王学兵被铁城无情恶搞 在美女售票员面前出丑 司机抱负 学兵打算借导演名义 以拍摄MV为友 将郝云恶症一番 单纯的郝云 完全被蒙在鼓里 就索性认灾吧 大家这两天都挺累的 一会儿就早点休息 因为要拍哈雷的MV 他必须在这儿 自己要待一段时间 大家待会儿开始拍之后 大家就回去休息就好了 还是我们大哥好 在说好云一直想让我遣他 我们要在这儿拍一个里面 就是拍一个直播的 到时候的那个效果就 你都在走 我明白 但是要拍这个就需要你 你不能动 我就在这儿待着 他现在不知道你在骗他 然后还跟他说在拍猪格 其实也是在拍猪格 那关键是你手机在那儿 你手机不可能不要啊 没关系 他自己会拿的 是吗 那我们走吧 他会拿的 我的手机在那儿 我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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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我也不能走吧 这个机车不是很成功啊 因为我的手机在那儿 不是 表亮 他把机器搁这儿 人就走了 他把机器搁这儿 这孙子 这孙子 我看哪儿去了 你怎么动啊 我怎么这么拍人 我在那儿站着拍你啊 跑了 完了 什么叫完了 我没按停 谁是导演 我是导演 我是导演 让我在那儿拍 这个时候他自己跑了 不是 我们 你在装 别笑 但是说实在的这个镜头 因为这个演员太不经验了 杂念太多 让你在那儿动不动 你就不能动 我在那儿站了半天 谁在那儿合影 都想玩一事 你知道吗 我一说 导演本来想拍你两小时 我们吃完饭回来接你 结果你就跑了 小伙伴们正打算离开 忽然在博物馆旁边 发现了一家乐器店铺 各种叫不出名汤的乐器 琳琅满目 经店主介绍 原来这些乐器 都是用木头 糖果盒 雪茄盒 搓衣板等 非旧物品自制的 最老的盒子 拥有近百年的历史 售价大概在200块钱人民币左右 这个月有点像 主播新疆的 都不烂 跟音乐人交流 最制服最原始的 这样的风格 才是最有意义的 现在大家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无巧不成书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唱有一行人 作性就在这里 完成了今天的音乐任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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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李宗盛 米尔沃基紧张又刺激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迎接他们的将是全新的挑战和更刺激的体验 小伙伴们虽然疲惫不堪 却对新的旅程充满无限期待 这里是美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这里被称为世界万国建筑博物馆 临次制币千姿百态的摩天大楼 与密歇根湖一望无际的烟波浩鸟相互回应 绝对让你叹为观止 66号公路体验营第五站 来到芝加哥千万不能错过这里的麦当劳 因为美国快餐文化的代表之作 麦当劳的总部就在市中心 据说中国内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 在世界各地屡遭诟病 在美国的快餐店 部分标识只会用中文标注 用来提示中国游客的就餐习惯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一路奔波的小伙伴们 打算在这里歇歇脚 探个究竟 刚才我上来的时候 我发现麦当劳的放垃圾的那个桶子上面 汉字写的 中国的汉字写的谢谢 我觉得因为在咱们国家 生活习惯制度也不一样 咱们那边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负责收拾这个的 美国人已经习惯了 他们吃完会自动放过去 所以不需要提示 因为在国内真的是消费者就是上帝 上帝把钱付了 然后你不得干我 这话只对了一半 中国人是这个不收拾桌子 这是一传统啊 但中国人在中国消费者 真不一定是上帝 你不吃到地高油就算不错了 那应该用汉语写上放在这里 那我觉得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 真的 我看了那两个字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还挺不舒服 有别的文章 不只是只有这个中文的 有吗 有 应该是 我看了应该有 这有法语的Max C 这有法语的谢谢 其实我们也不用把这个当作歧视 这不算歧视 我觉得这完全跟歧视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 咱们一会儿自己把这个收拾完 去看一看到底都有多少国家的文章写得下 我觉得这事不用每个人都去收拾 他一个人把一个人都手挨个送上去 我们就完了吧 对吧 咱们现在选谁呢 比如说选铁城让大家去收 原来警示牌不只是用中文标注 其他国家的文字也会出现 但是无论怎样 良好的旅游规判 应该是所有小伙伴们必须创实的问题 摩托车汽车对我来说都是我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平时在全世界各地见不到这么多的哈雷摩托车 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多人 其实他们把这当作一种休闲的方式 哈雷摩托车呢 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摩托精神了 如果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做一些尝试 哪怕你不骑也可以结伴出行 找一个会行摩托车的人 然后毕竟后面还有一个座位 你可以在后面感受一下 打他一顿 哎呦 哎呦 妈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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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